说实在的 陈英柱希望大家不要再拿这件事情来做炒作 但是我想应该是树欲尽而风不止吧 大家还是会再谈这个话题 会再谈一段时间 然后你刚才提到说 这个三立里面提他就只有说地方人事 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前两天有看到 他们在谈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们强调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陈英柱就是赌盘 赌盘的地方上面的这种 特别是他涉及过职棒迁赌的事情 所以这个职棒迁赌 在台湾是这么多人都觉得非常心痛的事情 马英九你见这样的人你到底是为什么呢 而且在2008年八八风灾刚刚结束的时候 你为什么去见这个陈英柱 然后又把这个职棒迁赌跟他扯在一起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们把博弈条款的通过 也跟陈英柱扯在一起 就说为什么这么急着通过博弈条款呢 为什么马英九上来之后就通过博弈条款呢 是不是在为了某些人量身打造呢 真的这样讲喔 博弈条款主要是澎湖嘛 对 但是他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强调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陈英柱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这几天大家都有提到 那我们再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他过去呢涉入的案件 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呢 屏东临边的军火走私案 他被判刑八年 然后1999年的时候呢 职棒迁赌的里面呢 操作这个中华职棒球员打放水球 那因为罪证不足 获判无罪 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呢 有250万贿赂检察官宋宗怡 但这个事情呢 获判无罪 2006年呢 经营跨国的网络迁赌 透过华元昌会赌资 约谈后呢赤回 那现在的这个事业的版图 是根据他的律师呢 也有提到 声明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在澳门啊 菲律宾的克拉克啊 老沃度假村呢 都有投资 然后是澳门的博银集团的总裁 设了大西洋和Las Vegas的 网络迁赌站 据说呢 每日操盘金呢 高达20亿 然后现在呢 是财团法人嘉义氏 福天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创办人 为什么是福天福 这个是他父亲当初开的 这个布庄的名字 就叫做福天福 那年捐款呢 超过千万元 所以辉文你怎么看 就是说 因为你们这几天也在 跟不管是邱毅的爆料 或者是说蔡启方 还有陈明文的回应 你都在现场 民进党他明显的 就是牵涉到的这些地方上面 确实有跟陈英柱往来这些人 他们的口径开始在转了吗 这个主持人用这个题目来讨论 显然就没有把陈英柱的广告 放在眼里 真的吗 第二点不是说不要再 我们没有做政治操作 我们要谈清楚 我们纯粹商业操作 如果大家都因为陈英柱的广告 然后就换题目都不谈 那我们选陈英柱当总统好了 这个邱毅他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边得来一下 目前他是没有拿出证据来 跟林瑞图一样都用嘴巴讲 也都没证据 基本上跟梁文杰是同一个层次的爆料 所有的爆料 那通通都被告了 梁文杰也被告 邱毅林瑞图也被告 那邱毅说蔡英文去见为了两种票 一个是选票跟钞票 这个我也不反对 那请问邱毅 马英九去见陈英柱干嘛 干嘛 研究如何设赌博网站吗 不也是为了选票跟钞票 那不然去干嘛呢 总统府的新闻搞说是去拜托 去请托这些事情 那都为什么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虚伪 我必须这样讲 那你都没给过政治现金 那些政治人物跟你往来干什么 就因为你单纯做公益吗 我们各县市也有很多人在做公益 那做公益的人 是不是这些地方上的什么 不管蓝绿的什么县长 市长 立委 都会跑来跟你认识什么的 陈英柱你这个广告 有点在把大家装笑话 你都说不不 你们都不要再谈了 那我们算什么呢 那都听你的好了 那你是不是要嫁妇一些 对不对 叫你们嫁妇一人奔奔的 大家都疯了 把我们贴妞啦 把我们贴妞啦 不是 你有你的口中 你不能把大家都弄这小子的 你说你都没给人政治现金 你这不是叫回馈社会 你这叫欺骗社会 大家说原来你只有做公益而已 热善 耗失什么的 这他有做不 他有做 然后跟政治政府都没钱的翁来 那你要叫我们怎么相信呢 我们就说对对对对 你都没有给过任何人政治现金 真的要说政治现金要依法申报 才叫政治现金啦 你今天要算我给你赞助一件 我给你欲援一件 那个叫政治现金 因为我又不申报 我也不拿收剧 我又不报税 对不对 那你这样求人太累了 他去卡住这些事情 当然他不是自愿的 曝光啊 或是像刚刚这个乃津 把他的以前的事情 通通拿出来讲 我相信他也不愿意 不过社会社赌到的时候要怎么办 赌到的时候 你不要说就点点 你又跑去告一周刊 那你告一周刊干什么 所以我大家不要太假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实在 我说大家 这事情也差了一星期以上 又拉下去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张帝友代我就说 曼玉旧今天说 叫你们说这样 我去跟他们的时候 我又找陈英主见面了 我关系见面给你看 看要在黄敏惠那里 或是要立什么资金会 大家坐下来 泡帝说谢谢 我做给你看嘛 其实所有现在对民进党的疾控 都疾控到国民党 所有对国民党的疾控 也同样疾控到民进党 主持人 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们的民主政典 为嘉义这帝 也是遇到这些 我看我们干脆恢复地质好了 莫名其妙 算到两个党都算到这些 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不过你讲这倒是有道理 就是说如果说陈英主现在 在这个民进党的口中 他变成是一个好人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 那现在不管是马英九也好 这个蔡英文也好 甚至包括宋楚也好 大家到嘉义的时候 就公开跟他见面 那这又有何访呢 我们接下来的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调论